大家好,我是Dr.Marcus 相信這兩個月大家去到最多的地方 一定就是超級市場 始終我們每天都要買一定數量的食物和日用品 既然超級市場和我們的生活這麼密切 今次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去超市要注意的事項 一 手推車扶病 要消毒 超市的手推車或者手抽籃的手柄 每一天都會有很多顧客接觸過 如果我們一個不小心 摸完之後 再摸自己的眼 鼻 口 那就有機會 間接感染到自己 所以在購物之前 應該用消毒濕紙巾 抹一抹手柄 2 選食物要小心 盡量選一些包裝好的食物 因為在處理的過程當中 食物是有可能受到人或者環境污染的 相比包裝好的食物就會貴很多 而且我們也都應該選擇一些煮熟了的食物 生冷的東西 好像魚生 壽司 暫時最好就no no了 3 飲品開封口 要清洗 無論是瓶裝飲品 罐裝飲品 還是罐頭也好 大家在飲用之前 必須要留意 他們的開封口 是不是已經扭實 是不是完好無缺 在食用之前 最好就先洗一洗開封口 如果外面沒有水的話 也可以用消毒濕紙巾 買抹 4 生果蔬菜一定要洗過才好吃 生果和蔬菜放在超市的貨架上 每一天都會被很多隻手摸過 所以一定要用清水洗過 和去賣皮才好吃 最後 5 記得要洗環保袋 很多時候 生果 菜 或者肉的汁液 和血水 都會做得比環保袋 所以一回到家 最好就是第一時間用清水和洗洁精 洗一洗環保袋 又或者可以把幾個骯髒的環保袋 坐在一起 一次過放入洗衣機洗都可以 盡量每一次出去買東西 都帶一個乾淨的環保袋 可能很多人還會問 用不需要把買回來的食物 和貨品全部都抹乾淨 才放入雪櫃或者食物櫃裏 其實大家可以這樣做 但我自己個人認為 除非你一個人住 如果你和家人住的話 家人都會買一些貨品 或者食物回家 如果和你那些混亂在一起的話 到時候又要抹多一次 其實大前提就是 我們在吃東西之前 只要確保食物 或者食物外面的包裝 和我們雙手 全部都清潔的話 那就OK的了 避免細菌和病毒 入侵我們的身體入面 幾個簡單的步驟 就可以確保自己 和身邊的人的健康 希望大家都可以參考一下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請多多多多次 請多多多次 小朋友 請多多多多次 請多多多次